三分天下诸葛亮 一统天下刘伯温 从这句话能看出 诸葛亮对于三国进程 有极其重要作用 没有他的族制多谋 刘备就无法建立蜀汉政权 可以说诸葛亮身上有太多故事 草船借鉴 借东风 空城祭 这些计谋都是我国无所不知的计谋 可这样一位传奇人物 并没有为刘备夺取天下 反而被司马懿获得 那么诸葛亮死后 为何司马懿不再讨伐蜀汉 其实内中有一定玄机 司马昭心里也很清楚 司马懿为何不进攻蜀汉 曹瑞不同意诸葛亮去世后 司马懿原本打算趁着蜀汉内部 发生洋溢和魏延争夺权事件发动进攻 打算发动进攻 击败蜀汉主力部队 可他的决定遭到曹瑞反对 因为这个曹瑞依旧不相信诸葛亮已死 他认为必须确定 诸葛亮确实已经死 才会启用司马懿 从中能看出 曹瑞将司马懿定义为 专门对付诸葛亮的人 但本身司马懿就是外星人 这让曹瑞时刻提防他 深怕他的实力会做大 因此 就算曹瑞确定诸葛亮已死 也不可能让他进攻蜀汉 毕竟蜀汉阵营中王平 蒋婉 姜维等人都还在 司马懿没有足够把握必胜 为此拒绝司马懿提议 这次拒绝进攻蜀汉 在于避免司马懿立下不是之功 同时避免曹瑞陷入攻伐蜀汉泥潭中 让其他势力觉得有机可乘 从而为曹瑞发动进攻 曹瑞外部情况不太安定 诸葛亮未去世前 已经约定和东吴一起对曹瑞发动进攻 后来诸葛亮去世后 东吴依旧对曹瑞发动进攻 这迫使曹瑞不得不把大量兵马调动 去防御东吴的攻势 毕竟东吴整体力量高于蜀汉 这让曹瑞不可能继续将蜀汉当作头号敌人 从这看出曹瑞周边不太安全 他们不能把蜀汉当作唯一敌人 应该设立一个优先顺序 把对自己危害较打敌人一个个清楚 接着在集中力量进攻蜀汉 为此曹瑞拒绝司马一提议 经过数十年发展稳固 曾经强敌一个个衰落 曹瑞力量如日中天 让他们有机会全力灭亡蜀汉 司马召开准机会 派出大军立即展开进攻 不久后 蜀汉彻底灭亡 诸葛亮去世后 曹瑞内心稍微放松曹瑞当皇帝八年 时常担心诸葛亮攻击自己后方 让自己失去大本营 为避免该种情况出现 曹瑞将曹瑞大量兵马 调动到两国交界处 同时派出国内金翰力量 全力防御诸葛亮进攻 曹瑞在高度紧张情况下度过八年 当他得知诸葛亮去世消息传来 整个人瞬间感到放松 为此开始享受生活 为此修建大量宫殿 从这点看出 曹瑞压根不想打仗 为此拒绝了司马懿 曹瑞对司马懿不信任 迫使他只能卧心尝胆 曹瑞当政期间 始终对司马懿不太信任 他认为司马懿野心太大 如果自己给予他太多权势 有可能让他在朝中越来越大 为避免这种情况 曹瑞对司马懿采取敲打的方式 让司马懿不敢轻举妄动 司马懿担心曹瑞影响自己家人 一直在卧心尝胆 不敢袒露锋芒 经过十多年等待 曹瑞病逝 司马懿成为辅政大臣 这时候他已经有了足够能力朝局 他的敌人曹爽能力 威望君不如司马懿 为此他决定率军进攻蜀汉 无奈他所率领军队败于王平手下 从此 司马懿和曹爽差距越来越大 司马懿没有马上对曹爽发动攻势 而是等待曹爽犯错 曹爽接连犯错 让他受到众人抛弃 最终一场高平临之变 彻底让曹爽送了自己性命 司马懿经过数十年卧心尝胆 最终成为曹魏实际掌控者 司马懿以退为进 让自己获得生路 司马懿以退为进 不进攻蜀汉 为的就是让自己价值可以更好体现 从而要自己有机会立足于朝堂中 因此 司马懿明知曹瑞不会同意进攻蜀汉 可他依旧提出这个要求 为的就是体现自己的价值 让曹信掌权者 不会轻易将它除掉 为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留下蜀汉在所难免 只要蜀汉存在 自己才会有机会彻底夺取曹魏大权 因此 司马懿以退为进 让自己有机会在外领兵 积累的自己势力 从而为自己后代取代曹魏 打下坚实基础 司马昭到后来才明白 父亲退让完全就是为了家族生存 保留生机 综合所述 司马懿不进攻蜀汉 唯一的就是生存 让自有机会留在曹魏政权中 这样才有机会夺取大权 从而施展自己的报复 曹魏不让进攻蜀汉 在于曹魏没有足够力量彻底灭亡蜀汉 另外他不希望司马懿权势滔天 让自己政权受到危害 对此 你们有什么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